老婆啊 我坐在看妳的麻辣仙思 我就想說老娘什麼都有演 就是沒有演過 麻辣仙思 她會把妳那個成誰 她會把她讀成杜思梅 她跟我結婚生產還弄 我剛破院了 她還以為我是杜思梅 我就說我根本就沒有演 她就說妳騙人 我要當老師 妳是明星 她其實不太清楚我 因為他們家的人不太愛看電視 而且他們年輕人 就已經都看一些網路什麼的 所以她連妳也不太清楚 不可能 真的 我看妳她 他們根本不太知道 小S跟蔡康勇都不清楚 邵先生你不認識我 她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一點 可是她說她都有看我影片 妳的影片是現在啊 YouTube 對 所以她們都看YouTube YouTube 康勳心從我幾萬遍啊 真的假的 我跟妳妳這還好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真的笑不出來 我跟妳講我才 我跟妳講我才笑不出來 我不用去打漏肚都笑不出來 我們都已經小孩生了 那個時候已經五個多月了 我在抱抱 她就突然在後面很親密的說 老婆啊 我之後在看妳的麻辣仙思 我就想說老娘 什麼都有演就是沒有演過 麻辣仙思 她會把妳認成誰 她認成杜思梅 她跟我結婚 生小孩都五個多月了 她還以為我是杜思梅 我就說我根本就沒有演 她就說妳變成 不要當老師 她就真的滿像的啊 我愛的 老師 妳該不認真 因為妳那時候有點喜歡杜思梅 然後妳才以為她是 妳才跟她結婚的嗎 妳還以為我沒有 好臉啊 我還是沒搞笑 她倒追妳的點是什麼 她是送禮物還是什麼 沒有 我跟妳講 就是她其實那個時候的 我是完全 就是沒有化妝也 就是很邋遢 然後跟她見面 然後她朋友回應就說 她就看上我了 然後她特別的還真的 就跟她朋友 然後精心策劃一個 跟我告白的過程 而且是我人生第一次 看妳看得很開心 很開心能夠認識妳 好 雖然認識妳 可能是 我們好像是 很像是這一排集 對 然後我們總有兩部玩的話 其實可以 就什麼都可以到 那妳不能吃掉 往後的東西 然後 妳的 然後我們會 妳的手就都變很開心 然後 妳就可以到白衣服上 在承認一下 看妳的寶寶 應該是我們會在一起的 跟妳的 然後 願意作為 答應她 這個時候是不是要這樣 她點頭了 親一個... 然後第一天就立刻接吻 接成那樣子 不然耶 不...就 有嘴巴都上來 我就 我要回過去 要問她 對啊 可是... 要回...